好齁 哈囉大家好我是怪與Yu老師 我自己呢 怎麼去成為一個歌唱老師 或者說我自己在學習 歌唱的整個過程當中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其實我從小就非常非常喜歡唱歌 從幼稚園開始 我們家是 我們家是個大家族 然後聚在一起就去唱歌 所以對我而言 其實唱歌是一種 生命当中的陪伴 那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 是我国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参加了比赛 然后得到了整根里的第二名 没错 它就是一个礼文歌唱大赛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哦 我赢过了许多的叔叔阿姨 这样子拿到了第二名 就觉得很开心 那那时候就开始思考着说 有没有可能就是 我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以有一点作为 那时候没有想过说 要当歌手 还没有想那么远 那个时候想的是 我能不能透过比赛来赚钱 所以我上学的时候 走在路上的时候也唱歌 然后下学 放学的时候也唱歌 上课的时候也会偷偷唱歌 其实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 到了高中 那个时候因为学校 有热音社 有吉他社 有合唱团 但我发现 好像都不是我喜欢的 声音风格 所以呢 我就决定要创立 流行音乐社 那创立了之后呢 可是因为刚创立的社团 比较没有经费 所以我就到外面找老师 我为了找老师嘛 那就自己打工 然后下课的时候就打工 然后有空的时候 就去学校上课 大概打两个礼拜的工 可以上一堂课 歌唱课 可是那时候 我的心情非常的愉快 因为我真的知道 对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但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开始遇到歌唱瓶颈的时候 像高音上不去啊 或是唱没几句就累了 就哑了 或是气不够 所以那个时候跟老师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会跟我说 有什么语 你要练气 跑步啊 要去练 或是把那个卫生纸吹在墙上 那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有点困惑的原因是 嗯 你知道 呃 你不知道 我以前是用不对的 哇哦 集训的时候 一天要游八千到一万公尺 下水前要跑二十圈的操场 为什么可能没有废活呢 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非常困惑 老师还是告诉我 就是没关系你就练 那我就说好 我就照脸 可是学了一年吧 至少有一年的时间 我的声音还是虚的 后来又再找了 另外一个老师 老师告诉我 声音要扎实 要饱满 要找到共鸣 要把声音放到头里面 或者说放到不同的位置 真的是我很努力的做 声音更厚没有错 可是好像变得很不自然 而且我的音域完全没有提升 而最后呢 我找到我的恩师 在北京老师 叫卢兰琴老师 后来他告诉我就是 唱歌其实不用练气 不用找共鸣 不用练丹田 只需要重新改变你的想法 我才发现天呐 原来在学习上面 你只要换一个角度 有可能有完全不一样的改变 在遇到我的老师之前 我甚至想要放弃歌唱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的教学方式 是我告诉你这个练习之前 我一定会告诉你所有的理论 然后再来告诉你每一个练习的步骤的重点 因为其实反复练习 并不会让你进步 反而当你做了错误的动作 而且你很努力的时候 你会开始感觉到累 为什么 因为你看不到成果 那个摸走的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 特别是又在很努力的状态下 直到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原来歌唱的原理是 是不需要去做这些的 我才恍然大悟说天呐 原来很多我们所获得的知识 如果我们并没有去思考它的合理性 或者是我并没有认真的去研究它 而急着要去做练习 甚至是去分享的时候 反而有时候会造成蛮多的学习问题 所以我自己在整个为了歌唱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吃了非常多的苦头 也有许多的挫折 就好像我今天要做一道菜 我可能要做的是糖醋排骨 这个我拿到的是公饱鸡丁的食谱 我就奇怪 好像歌还是唱得出来 菜还是炒得出来 那就是另外一个味道 我就是做不到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的学习经验当中 知道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是正确的 并且去重复它 对人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那从高中一路到大学毕业 到后来我甚至到北京 花了这么多时间的学习 其实 每一个当下其实都很痛苦 但其实我都蛮感谢我自己 就是 我愿意带给自己更多一次机会 我第一次在业界 就是在唱片圈教歌手 是我25岁的时候 那很多人都说 哇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 你就可以在 业界被称为老师 一般就是大家看到 节目上的老师都四十几啦 五十几就是 非常 资深 我觉得为什么 我有办法在这个年纪 就在业界担任老师 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很 很小就是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 决定要专严这件事情 那我也没有放弃他 我不知道对大家而言最难的事情是不是不要放弃 但对我来说 我就是当你相信一件事情有更多的可能 但全世界可能现在只有你相信的时候 的那种孤单感对我而言是最不容易的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然后我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所以其实对于不放弃这件事情 不是我的 太难的一件事情 反而是 孤单感这件事情 会是我学习里面最痛苦的过程 我今天在北京的时候 就是我坐在我的床上 然后因为我的孤单感 然后我就问上帝说 上帝你爱我 然后我就听到 上帝对我叫 去叫我宝贝 然后我就在床上大哭 而且他不是叫一次 他就是反复的对我说 我在床上大哭 因为没有人知道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就像之前有记者问我说 陈威宇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啊 有时候你的样貌 会带你走进 属于你的困境 但是如果你没有你的梦想 你就走不进困境 也就没有突破 就没有往上走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的学习之路就是 我的个性如此的热情 但我走进了 一个不会放弃的过程 但却让我尝到了孤单 但是在孤单当中 你却经历了 你自己原来需要关系 原来我需要关系 我需要有人陪伴 我需要 我需要哭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的梦想 带我走进了认识我自己的过程 不单是认识我自己想做什么 还有我的缺乏 那我还是想跟各位说 如果你的梦想是歌唱 或者你的梦想可能不一定是歌唱 我不知道 你能梦想如果是任何美好的事物 当它放在你的心中的时候 它会带着你去 去认识你自己 甚至就像我说的 它会带你走进属于你专属的困境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就像每一个故事里面的主角 就是因为它是王子 所以它会面临王子的困境 或者它是公主 所以它一定会面临 它的后模 或是魔镜 有一些东西就是你专属有的困境 所以当我每次在面对我的学生的时候 甚至于我的学生有这么多的人 我好像都可以去 发现他现在需要什么 有时候也要很强力 你知道 有些学生就是欠逼 那有些学生你就是要去 拥抱他 你就是要陪伴他 有些学生我甚至会说 诶 要不要来我家住 对 有些学生 啊 老师 我们刚刚认识 你没有 你就是需要花时间 听他说话 你需要花时间跟他聊天 那 像我一个学生叫宇宙人的小玉 那时候陪他集训 我们住在一起一个礼拜 我觉得非常 非常棒的一个礼拜 那他也突破了非常多 今天重点不是要去分享说 哦 我要怎么去觉察 我觉得倒也不是 就是 其实我自己的学习也非常的不容易 我也跟大家都一样 都是一个在寻目路上 跌跌撞撞等等 会不会跳舞啊 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当我 跟我的老师学完这个方法之后 我发现有太多人想要唱好歌 可是他做不到 那或者是说他唱得还不错 可是就 封顶了 所以 当我学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曾经很挫折 或是曾经很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但是 他没有做到 但这个没有做到 不是因为 他真的做不到 而是他没有遇见一个对的方法 所以 Mister Voice的创立来自于 我觉得我看到我自己的需要 然后我看到了许多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在培训师资 或者是说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教材也好 或是教学的主族都在于 陪伴这个学生 能够在对的东西上面去重复 对的练习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光这件事情就非常的不容易 当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会挫折 他在这个挫折的状态之下 你要如何让学生相信他做得到 因为 如果他不相信他做得到 他就不会好好练 他就看不到唱得好的他 所以 我就创立了Mister Voice 然后 想要帮助更多人 像我一样可以从 无法自由的唱歌 无法自由的唱歌到 可以好好的自由的唱歌 分享给很多人的听 我觉得这是我 选择要成为歌唱老师的原因 我觉得在学习的路上呢 是一段 不轻松但是幸福的路 我们都在找着让自己更好的可能 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是美好的 那当你只有更认识自己 你才会知道怎么去陪伴跟训练自己 所以我相信 你有一个好声音 而且你可以拥有一个自由的歌声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咯 我们下一次见 你很棒 你很棒 你很棒